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想象当时家畜饲养业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猪肉这种食材的理解会有什么过人之处 又会创造出什么样的味觉奇观 我们要调查的这道美食是回锅肉 回锅肉是四川地区一种烹饪猪肉的传统菜式 而在德阳的连山镇这里一片片刚出锅的回锅肉 竟然像晾衣服似的被挂在竹竿上 仔细一看每片回锅肉竟然比手掌还大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连山回锅肉 后处里连山回锅肉的制作者戴梅 竟然是个妥妥的九龄后 原来戴梅的手艺失诚于父亲 他们父女俩制作的回锅肉 外形在当地是一大特色 按片卖的售卖方式也很有趣 戴梅说连山回锅肉 每一片肉的大小和厚度都要保持一致 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 直直地下刀是吧 您这一块薄厚均匀 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厚度 我这一块到头到尾这个位置 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你看嘛 你从我这个面看 你看你底下是写的 你看没有 你底下下刀下太多 用力太用紧了你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 切法和这肉片的大小呢 当时叔叔是怎么想到的 这样的一个点呢 因为我们这些有一条老街 那条老街很长 叔叔还把这个回锅肉发明 有这么长 那您父亲当年是生活在 那条老街上吗 对 有一个日子 就是我们这些个人 带人非常快乐 然后您父亲在我看来 还有了一种故乡的文化情节 在里面 几年前 戴梅的父亲 因病去世 为了传承父亲制作 连山回锅肉的技艺 身材瘦小 力气也不大的戴梅 却毅然决定 从事厨师职业 只要有时间 他便会刻苦练习刀工 与炒制技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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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